各位朋友好 今天想和体制内的朋友和商人阶层的朋友谈一谈心 谈一谈大家现在面临的 共同面临的一个危险局面 几年以前 当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 大家对这个人还是不是太看好 觉得他这个人 你看过去从政多年 但是没有任何的突出的政绩 在军队里面也没有人脉 那么这些这个元老家族 政治大家族之所以推举他出来 做到这个总书记的这个位置 就是因为觉得他这个人 没有带他的起色 容易控制 远远看过去 人傻傻的 妄知不是人君 所以呢 选他这样一个人 总比选薄熙来这样的 这个非常的强悍的 非常的有洒发之气的这种人 会更安全 大家都更安全 但是现在呢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后悔了 过去这五年 习近平把过去中共的这一套规则 全部都改变了 三十多年以前呢 邓小平确立了一个寡头共治的 这种所谓的集体领导制 现在全部被习近平推翻了 变成了一人独裁 而且呢 他运用的这些手法呀 那都是相当的高超 那我现在就不一一赘述了 以前也讲过 那体制内的朋友都明白 那不管他这个人呢 怎么样的金鱼权谋 但是呢 有一个坎 他是过不去的 这个坎呢 就是经济坎 经济有他自己的规律 你胡折腾 你瞎折腾 你的经济结构不合理 那么运作了这么多年 所有的问题都累积起来 现在到了这个经济规律呀 跟你们算总账的时候 那现在呢 中国的这个总体债务 已经达到了GDP的三倍 这个金融风险呢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金融体系随时都有可能崩溃的 实体企业过去好多年以前开始 应当是从2011年开始 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东莞现在的这个工厂啊 现在关了 差不多有一半了 世音企业最发达的江浙一带 现在也是哀鸿遍野 经济现在已经到了 算总账的时候 而且呢 现在雪上加霜的是 美国又开始了 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这个会是压垮中国经济的 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 习近平他怎么样 才能够维持 他的这个个人独裁 怎么样才能把中共的 这一套专制政治体制 维持下去呢 有些朋友说 他会搞民主改革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一点呢 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大家一定要放弃这个幻想 为什么呢 你想一想 即使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 当大的经济危机 经济崩溃爆发的时候 那个民主国家的那个政权 那靠老百姓一人一票 选出来的政权 他都没有办法 维持他的继续存在 那你一个新设立的 风雨飘摇之中的 一个民主政体 他怎么可能经受得了 经济危机的冲击呢 所以说呢 从他的这个利益 政治利益的角度 习近平和他身边所有的人 和整个的政治体制 都不会选择这样一条路 所以大家就使了这条心 那么他会选择哪一条路呢 说是有一种人说 他会继续维持现在的这个政权 让他继续推进下去 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在经济危机中啊 显得最最最脆弱的 实际上是有一种政权 叫做威权体制 说什么是威权体制呢 它是专制体制的一种 在这种专制体制下 这个统治集团呢 它是垄断了整个政治权利 但是呢 在经济生活 在社会生活的很多的方面 民间力量有可能存在 也有可能发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一旦遇到了经济危机 那么这些民间力量 这些分散的比较弱小的民间力量 它都会迅速的集结 形成联动的一个效应 最后啊 就会对整个政治体制 形成一个冲击 那这种事件呢 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起了 1986年的时候 菲律宾的马克思政权 就是威权政治体制 经济危机一来 大规模的民众上街 就把它给吹垮了 韩国权斗换政权 那也是威权 典型的威权政治体制 87年 韩国经济下滑 这个时候全民上街 最后把它给吹垮了 98年 印尼爆发经济危机 苏哈托的这个威权体制 维持了30多年的 军人执政的威权体制 也被吹垮了 所以威权体制 是在经济危机当中 是最脆弱的一种体制 那什么样的体制 是能够抗得起经济危机 甚至是经济崩溃的打击的呢 有一种体制叫做极权专制 这个极啊 就是极端的极 再简单的说 就是毛泽东式的专制政权 是金正恩式的专制政权 就是文革以前的中国式专制政权 现在的朝鲜式专制政权 这种政权呢 是最经得起经济危机的打击的 为什么呢 这种政权 无论是在政治方面 在经济方面 在社会方面 全部都对民间 实施严密的控制 让民间呢 没有任何反抗的空间 让民间的力量 没有任何集结的可能性 有些人经常说 说中国人好统治 饿死不造反 这个三年大饥荒的时候 饿死了三千多万人 当时有造反吗 形成了大规模的这个民众集结吗 没有 朝鲜 朝鲜前些年也饿死了两百万人 他们有造反吗 没有 这是跟国民性有关系吗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韩国人动不动就上街 动不动就把总统给推翻了 动不动就把总统送到监狱里面去了 而北韩的人呢 同样一个民族 说同一种语言 为什么他们会饿死不造反 就是因为集权政治 他是对一个社会进行全面的监视和管制的 民间力量没有可能集结 没有可能行动 所以说这个政权呢 是他扛得住任何经济危机的打击 他扛得住任何的经济封锁 饿死多少人 只要人还在 那么这个政权就可以维持下去 这个政权 这就是专制政权的最高的形态 也就是专制政权最顽固的一种形态 那么习近平现在 他的任务 他的这个想法 他的企图 就是要把中国 拿回到文革时代 这就是要把中国变成大朝鲜 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套 集权专制政治体制 只有这种政治体制 才能够让他顶得住 这一轮的经济危机 经济崩溃 只有这种政权 才能够让他的个人独裁 一直进行下去 那他怎么样 能够建立这种集权政治呢 说起来呀 也是相当的简单 千变万化 不立四个字 杀人立威 杀什么人呢 第一个就是要杀官 在这种集权政治体制下 民间当然是对 这个独裁者 是会一个威胁 但是最大的威胁 不是来自民间 而是来自于官场 来自于他的官僚队伍 因为这些人呢 他是掌握权力的 他是掌握资源的 这些人要是想反对他 还是有空间的 所以说他必须对这些人 加以严密的控制 那么控制他们呢 第一个 就是要震慑 怎么样震慑 就是杀人 所以说大家看一看 所有的这些集权政治的 他们的历史 大家看出来 就是一部杀人史 斯大林上台以后 他要建立他的集权统治 独裁 个人独裁 杀了多少人呢 苏共的第一批中央委员 90%都被他杀掉了 苏共军队里面的团以上的干部 80%都在30年代的大数反中 都被枪毙了 而且呢 枪毙的不是说枪毙一轮就算了 枪毙了一轮 然后他提拔出来一批新的人 这批新的人呢 本身是对他感恩戴德的 但是他只要看见一点点 对他不敬的 对他反抗的这种可能性 只要有一点点开机 他就一定要把这个人除掉 所以在这种体制当中啊 他是这个绞肉机 一直开着的 不断的要往里面塞肉的 不断的要有人来当他的牺牲品的 这就是一个集权体制 他一定要杀官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再向从威权体制 转变到集权体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他还要杀一种人 就是杀商人 那中共刚开始建政的时候 那是杀了一大批的商人 那当然了 不仅仅是商人 他还包括那些在农村的地主 富龙 有土地的 在农村社会有影响力的 这个士生阶层 中共的这个政治体制 又现在又开始了这么一个新的轮回 他要回到毛泽东时代 回到毛泽东时代 就一定要把民间的有活力的 最有号召力的 掌握的资源最多的这一批人 就是商人 要把他们除掉 那现在有一些商人已经感觉到这种危机了 像马云前一段时间都在说 要把支付宝要贡献给国家 还刘东强说他要赞成实现了共产主义 那这些是在全国层面有影响力的商人 还有一些在各省各市各县各乡都有 他们存在着一批有影响力的这些商人 都会影响当地的政治格局 都会影响到人们对这个独裁者的信心 所以独裁者对这些人是不放心的 所以这一次呢 习近平他要发起了一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这么一个政治运动 要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清洗官僚的基层干部队伍 同时呢 也要打击 要掠夺这个民营企业家这个阶层 要把民间的这个力量 最有能力的反对他的这个力量 要把他们全部都消灭掉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 这次不要心存侥幸 这次是全面的 大规模的 不留任何后患的斩草除根 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 这一个环节 那最后杀的民间的这个豪杰 在民间底层社会最有反抗精神的人 过去叫做侠 任何社会 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 就存在着这么一批人 他的这个天生的 就是有反骨的 就是有反抗精神的 就是不服从的 中国人虽然遭到了一轮一轮的历史上 遭到了杀戮 但是呢 这批人总是存在的 这个基因呢 总是传下来了 当然了 这个这种人呢 在民间呢 也也是稀缺资源 并不是太多 但是呢 一旦到了关键的时候 这些人如果还有活动的能力 还有活动的空间的话 那么他们就会爆发出巨大的潜力 那么习近平政权一定要对这批人呢 提前采取措施 他的极权政治才能够建得成 杀了这三种人 那么最后还剩下的是什么呢 在官场 剩下的就是奴才 在民间剩下的就是奴隶 这个时候啊 集权政治就建成了 在官场杀人已经开始了 前几天呢 山西旅梁地区的有个副市长 已经被判了死刑了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这仅仅是开始 下面呢 陆续有来 今后的一年呢 那是中共官场血雨腥风的一年 也是中国的商场啊 风声鹤唳 一败涂地的一年 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 那我们在官场 或者我们在商场 我们宣誓效忠 这个习近平的体制 我们做他的这个奴才 我们做他的顺民 这不就可以了吗 大家想的太简单了 每个人到了那个时候啊 都意识到危险了 那么所有的人都在表面上 会对习近平的政权 所以对习近平当局啊 宣誓效忠 但是当所有人效忠的时候啊 那个效忠的誓词啊 那就等于是没用了 他就不会相信任何效忠的誓言 甚至他不会相信呢 你那些啊 看似效忠的那些行动 独裁者的心里面 他充满了猜忌 他对任何人是不信任的 你只要有权利 他就要打击你 你只要这个权利啊 最初的来源不是在他这里 你的官职过去是别人封给你的 是别人赏给你的 你的财富是由其他的家族让你赚的 或者是你自己赚过来的 那对你们这些人他是绝对不会放心的 你无论如何向他效忠 他都绝对不会接受的 该打你的时候 照样是毫不留情的 那还有人说那我们就投靠那个红二代的大家族 那些家族啊根深蒂固 习近平不敢对他们怎么样吗 这又错了 当习近平呢把这个扫黑除恶的这个运动啊 进行到最后的时候会形成一种什么局面呢 他把整个的中国官场的这个基层干部队伍啊 就全部洗牌了 全部清洗了一遍 换上了他自己的人马 对于真正的忠于他的人 然后呢 他打击了所有的民营企业家 把他们的财富掠夺了 然后拿出其中的一小部分啊 来施舍给社会底层 那么他就会取得社会底层对他的支持 那么有了基层的官僚和社会底层对他的支持的时候啊 他的这个权威啊 那就在中国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了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回过头来对付这个中共体制内的这些大家族 就会把他们连根拔起 中国有一句古语 专门是讲的这个皇帝这个独裁者的心态 叫做卧槽之策啊 启容他人酣睡 皇帝是不允许任何与他抗衡的权力的 不允许任何能够对他形成了牵制的权力的 他一定要权刚独断 一定要大权独揽 当你这些红二代的家族还掌握着自己的地盘 还有自己的人脉 还有自己的经济利益 那习近平他怎么能够安心呢 当你这些大家族还有能力 能够对他反戈一击的时候 他怎么睡得着觉呢 所以这个走向极权的这个步骤啊 一旦开始了他就停不下来 一旦开始了他就一定要把它进行到底 而进行到底的最后一个步骤 就一定是清除所有的中共最高层的权贵家族 江家 曾家 温家宝家 胡家 还有很多这个元老家族一定要把你们清除掉 大家回想一下毛泽东时代 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吗 有一个家族是安全的吗 那个时候的局面呢是人为刀主我为鱼肉 是因为毛泽东对他个人的这个统治啊 有非常强的信心 他才没有把这些人都杀完 斯大林他是第二代的独裁者 他就没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说他就一定要把高层的人全部清洗掉 全部杀完了 他才能够感觉到安全 那么习近平呢是第五代独裁者 是第五代的这个领导人 大家想一想 他能够有毛泽东那种信心吗 他会学毛泽东吗 不会 他会学斯大林 学斯大林呢 大家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 现在大家面临着一个 共同面临着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处境 不要心存任何侥幸 同时呢我也相信呢 大家的能力 你们呢是在中国最有能力的一批人 你们的活动能力是最大的 你们所掌握的资源是最多的 你们如果是反击习近平的话 你们是最有条件的 那么现在呢也是最适合的一个时机 前面说了这么多的风险 现在啊来谈一谈希望 现在习近平这个极权政治啊 还没有完全建成吗 还是在过程之中吗 在这个过程之中 大家就还有机会啊 现在还有空间呢 而且呢我认为啊也是很多体制内外的朋友一个共识 那就是说现在啊是最好的时机 当他在从这个威权政治啊向极权政治过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但当他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手段都使出来 当他的这个打击面呢扩大到最大的时候 也就是反抗的力量啊能够集结的这个最佳的时机 尤其是当今年呢他修改宪法要实行终身制的时候 这把所有人的对他的一点点仅存的幻想就全部给抹除了 现在知识分子是反对他的 整个官僚体制内部的官员这是反对他的 商人阶层看着对他是不寒而栗的 社会底层现在对他还没有建立其好感 他虽然搞了反腐 迷惑了一小部分人 但是呢有基本的正常的智力的人 大家根据自己的利益判断 我们没有得到好处 为什么要感激你呢 所以民间的抗争都还在继续 那么现在实际上是所有的阶层都在形成一个共识 那就是绝对不能让他集权成功 他现在要打击所有的人 那么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成了全民的公敌 习近平已经成了全民公敌 这已经成了一个共识 全民有了这个共识 那么下一步就是如何行动 所以我们接受88位国内的各个阶层的 精英人士他们的委托 在海外成立一个全民共证的平台 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向大家喊话 能够向大家发出一些信息 能够给所有各阶层的反对习近平个人独裁专制集权的 这些团体这些团体这些群体这些个人一个信号 告诉大家一个频率 如果是大家把频率调到一致调到相近 那么大家所有的这些分散的行动啊 就会产生强大的共证效应 这个共证效应呢 就会把习近平他所幻想的那一套集权体制 他所正在建立的 正在建设之中的集权体制 把它给挣垮 大家各自用自己的方法去反对这个体制 那么最后所形成的一个局面呢 就是大家分进合机 最后形成一股合力 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 最后就会把这个体制吹垮 这个体制吹垮了之后 大家才有活路 具体的怎么做 我相信呢 大家不要我提醒 你们是这个社会啊 最有能力的一批人 办法最多的人 资源最多的人 你们一定有你们自己的打算 有你自己的团队 有你自己的行动方式 而这些行动方式呢 是不为这个体制所知的 所以说呢 他们也就没有办法防范 那么我只是希望大家 把这个频率调到一致 就在今年一定要大家一起行动 把这个体制吹垮 我们提出了三个时间节点 第一个是五一 五一呢 是一个练兵的阶段 是一个热身的阶段 第二个是七一 七一是一个常识的阶段 第三呢 是十一 到那个时候啊 就就就会进入一个决战的阶段 大家一定要掌握准 这几个时间节点 时间节点 掌握了时间节点 那么所有的分散的力量 最后就会形成一个合击的事态 在这种合击下 在全民的合击之下 习近平他的团队 哪怕是再强 他所能够运用的这个维稳机构 再凶残 他都没有办法抵抗出 这种全民的联动 全民的共振 那现在我只是想跟大家 做两点提醒 第一个人都是有惰性的 很多人呢 这个刀铺架在脖子上面 他是不会反抗的 但是呢大家想一想 如果等到真的哪一天呢 刀架到脖子上了 你还有反抗的可能吗 当国监委的英权 已经到了你的门口 在撬你的门的时候 那时候啊 你就完全没有机会反抗了 那个时候啊 你就只能够俯首就行 一切都太晚了 而一旦你们到了那个境地 我告诉你 今后啊 万劫不复 你们再也没有希望了 再也没有将来了 共产党持续下去 你们是他们监狱中的罪犯 共产党如果是倒了将来的新政府 将来的民众也不会原谅你们 因为你们没有反抗 而且你们过去在体制内 在商场内都对这个社会啊 曾经有做出过 有损害的举动 将来的人民都不会原谅你们 但是如果你们先下手为强 积极的投入到这个反抗的洪流当中 你们在这个反抗运动当中啊 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那么将来的政府将来的人民 那就会对你们的感恩戴德 就会把你们过去所做的错事 甚至所犯的罪行都会一笔勾销 你们就是未来的英雄 那第二点呢 是关于安全问题 我们前一段时间呢 接到了国内的朋友的提醒 就是现在呢 官场商场都有一个宗教信仰 其中大多数人信仰的是佛教 那还有少部分人呢 是信仰基督教和道教的 但是无论你是信仰佛教 还是基督教道教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现在中国的整个的宗教阶层 都被中共的情报系统所渗透 你们所崇拜的那些高僧大德 那些上师 实际上是中共情报系统的人员 他们是帮中共维稳的 他们是帮中共收集官场和商场的情报的 是了解你们的心理和动态的 是了解你们行动的人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掉以轻心 在对这批人绝对不要相信 过去佛教协会的会长赵普初 老的会长赵普初 他后来就承认了 自己就是情报人员 就是情报机构的一个头子 那现在赵普初的继任者学成法师 他也是中共的一个情报头子 不仅仅是他一个了 他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对所有的佛教的这些高僧大德 这些上师都一定要保持一个警惕性 不要跟他们谈心 不要跟他们的倾诉忠常 这样大家会多一份安全 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跟你们真正的合作呢 那一定是跟你们在利益上面 在理念上面高度吻合的 经过长时间的磨合的这样的一批人 大家一起来合作 建立你们自己的小舰队 这个小舰队因为你们所处的位置 你们所掌握的资源 因为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机 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 一定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一定会在历史上发挥重大的作用 大家一起来一定能够把 这个全民公敌习近平 把他拉下马 一定能够阻止他把中国带回文革 一定阻止他把中国变成大朝鲜 好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一次继续跟大家谈心 再见